现在的创意充满了新鲜感 而国内知名的表演团体 幽人神谷 现在也有了新的生力军 在三年前 幽人神谷跟高中合作 开办表演艺术班 现在第一届的学生已经毕业 不但在今天成立了青年幽人 还结合三年的学习成果 集体创作出他们的毕业舞作 现在新款的节奏 这群才高三的小幽人 用自己的肢体展现大自然流动的美 三年前 国内剧团幽人神谷 与高中合作创设表演艺术班 如今第一届的学生毕业了 也几乎都考上理想中的大学 他们说在这里 要学音乐肢体还有进行课程 不仅开发表演潜能 自主学习的方式 让他们变得更成熟 如果要跟学校其他学生比 是我们会觉得不是很习惯 就想说这些小朋友 怎么还那么幼稚 就明明都一样大 怎么还在那边玩那些游戏 在毕业前夕 这群孩子自己夏天播种耕种 学习大地的智慧 在体验的过程中 更集体创作出 这一出毕业舞作手中田 他们应该亲手 在这个土地上面 经过一个种植的过程 跟土地跟这个环境的那种 成长的过程中 在他的整个生命里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了解这块大自然如何运作 然后让我们自己在这里面生活之后 你就不会有那么多 想要什么 必须要什么 然后在那些生活中的束缚 慢慢放下之后 我们才有那个 宽敞的心去做创作 这出舞作将在八月底公演 这群孩子们不仅要跟大家分享 创作收割的喜悦 更期望这样的优人精神 能继续传递下去 记者人日文庄之城台北报道